第五十五回 积聚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必一事脱逃 德权说完了这一套故事 我问道 协想银子未必是现银 是打汇票的 他如何骗得去 这也奇了 德权道 这一笔听说是甘肃协想 甘肃与各省通会队的很少 都是会到了山西或陕西转会的 他就在转会的地方做些手脚 出点积谋 自然到手了 子安从旁道 我在一部什么书上看见一条 说家道年间 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京 从将军总督以下的钱 都骗到了的呢 德权道 这是从前没有电报 才被他瞒过了 若是此刻 只需要打个电去一问 马上就要穿了 说话时 这件电报局的信差 送来一封电报 我笑道 说着电报 电报就到了 德权填了收条 打发去了 翻出来一看 却是寄之给我的 说苏杭两处可托德权带去 叫我速回扬州一次 再到广东云云 德权道 广东这个地方只有你可以去的 要是我们去了 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 子安道 近来在上海久了 这里广东人多 也常有交易 倒有点听得懂了 初和广东人交谈 那才不得了呢 德权道 可笑我有一回 到集盘街一家药房去买一瓶 安眠药水 跑了进去 那柜上全是广东人 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 我一句也听不懂 我要买大瓶的 他给了我个小瓶 我要掉 他又不懂 必要做手势 比给他看 才懂了 换了大瓶的 我正在讨价给他 忽然内劲里 跑出一个广东人来 右手把那瓶药水拿起来 提着高宇额旗 拿左手指着瓶 眼睛看着我道 这瓶药水 顶呱呱呱呱呱呱 有访单在此 你拿回去一看 便知明白了 听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来 德权道 我当时听了他这几句话 也忍不住要笑 他对我说完之后 还对他那伙计 激过了几句 自然听他不懂 看他那神色 好像说那伙计 不懂官话的意思 我付过了价 拿了药水要走 他忽然又叫住我道 呃机 呃机 你猜他说什么 便是我当时也愣住了 他拿起我付给他的洋钱 在柜上灌了两罐 是一块牙板 这才懂了 他要和我说上海话 说这一块洋钱是牙子 又说的不正 便说成一个鹅鸡了 当下说笑了一会儿 我不知既知叫我到广东 有肾药事 便极夜趁了轮船动身 偏偏第二天到镇江 已经晚上八点钟 看着不能过江 我也懒得到街上去了 就在顿船上住了一夜 次日一早过江 赶得到城里 已是十二点多钟 见了既知 谈起到广东的事 原来也是经营商业的事情 我不觉笑道 我本来是个读书的 虽说是我生来无意苛名 然而困在家里没事 总不免要走这条路 无端地跑了出来 遇见大哥 就变了个牧友 这几年更是变了个商家了 既知笑道 岂但是商家 还是个江湖客人呢 你这回到了广东去 怕要四五个月才得回来 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转 许许家常再去 我道 这倒不必 写个信回去 告诉一声便聊 当下 既知剪出一本账目给我 事业盘缓了一夜 明日我便收拾行李 别过众人 仍旧渡过江去 趁了下水船 扔到上海 又添置了点应用东西 等有了走广东的海船 便要动身 看了新闻纸 知道广利后天开行 便打发人到 招商户局去 写了一张 官舱船票 到了那天 搬了行李上船 这个船的官舱 是在舱面的 倒也爽快 当天半夜里开船 即是天亮起来 已经出了五松口 走得老远的了 喜得风平浪静 没事便在舱面散步 到了中午时候 只看一个人 摆着一张小小圆桌 在舱面吃酒 和我招呼起来 请问了姓氏 知道他姓李 是本船买办 于是大家续谈起来 我偶然问起 这上海到广东 做大餐房 收多少水饺 买办到 一主一扑 单是一去收五十元 喜来回票 收九十元 这还是本局的船 若是外国行家的船 他还情愿空着 不准中国人坐呢 我道 这是什么意思 买办到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取的 有一回 一个什么军门大人 带着家眷 做了大餐房 那回是夏天 那位军门 光着脊梁 光着脚 坐在客座里 还要支几着腿 在那里抠脚丫 外国人看着 已经厌烦得不得了了 大餐间里本来背着水册 侧门上有钥匙 男女可用的 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马桶 用了 咬了 洗了 就拿回她自己房里 倒也罢了 偏有嫌她湿 搁在客座里 晾着 洗了裹脚布 又晾到客座椅靠背上 外国人见了 可大不答应了 把他们撵了出来 船到了上海 船主便到行里 进了大班 回了这件事 从此 外国人家的船 便不准中国人 坐大餐房了 你说这不是 中国人自取的吗 我道 这个本来太不像样了 然而我们中国人 不见得个个如此 买半道 这个合了我们广东人 一句话 一个小机不好 歹坏一笼了 正说话时 又有一个广东人来招呼 自己说是姓和 好李之 是广东名利客栈 招呼客人的伙伴 中年跟着轮船往来 以便召接客人的 便邀我到广东 住到名利站去 我答应了 托他招呼行李 这船走了三天 到了香港 停泊了一夜 香港此时没有码头 船在海当中下谋 到了晚上 望见香港万家灯火 一层高丝一层 竟成了个灯山 倒也是一个奇景 自日早晨起轮 到了广东 用舶船搏到岸上 原来名利站就开在珠江边上 后门正对珠江 就在后门登岸 安息了一天 便出去勾当我的正事 一面写信寄给既知 谁知我到了这里 头一次到街上去走走 就遇见了一件新闻 我走到一条街 这条街叫做沙基 沙基上有一所极大的房子 房子外面挂着药房的招牌 门口围了不少的人 像是看热闹的光景 我再走过去看看 原来那药房里在那里拍卖 所卖的全是药水 我按想 这件事好奇怪 既然药房倒了 只有招人盘售 哪里好拍卖的来 便是那个买的 他不是开药房 一单一单的药水买去 做什么呢 正在想着 只见 他又指着两箱 蓝玻璃瓶的来叫卖 我吃了一惊 按想外国药房的规矩 蓝瓶是成毒药的 有几种还是轻易不肯卖 必要外国医生 开到药方上才肯卖的 怎么也胡乱拍卖起来呢 此时我身上还有正事 不便多耽搁 只看了一看便走了 下午时候回到名利站 晚上没事 广力船还没有开行 和蓝芝便到我房里来谈天 他嘴里有的没在乱说 一阵说什么 把韭菜带到新加坡 要卖一块洋钱一片菜叶 新鲜蓝芝带到法兰西 要卖五个法郎一个 又是什么波威表 在法兰西只卖半个法郎一个 他只管乱说 我只管乱听 也不同他辩论 后来我说起药房拍卖一截 很以为奇 李芝拍手道 拍卖了吗 可惜我不知道 不然 我倒去和他记一记账 看他还捞得回几个 我道 这药房岛账的情形 想是你知道的了 李芝道 岛账的有甚稀奇 这是一个富而不仁的人 遭了个大骗子 这位大富翁姓荀 名叫学楼 本来是由赌博起家 后来又运动了官场 包收什么捐 尽情剥削 我们广东人都恨得他了不得 我道 他不是广东人吗 李芝道 他是直立苍州人 不过在广东日子长久 学会说广东话罢了 他剥削的钱 也不知多少了 忽然一天 他走杀鸡经过 看见一个外国人 在那里指挥工匠装修房子 装修得很是富力 不知要开什么洋行 拖了旁人去打听 才知道是开药房的 那外国人并不是外国人 不过扮了西装罢了 还是中国的辽东人呢 这寻学楼听说 他是辽东原籍 总算同是北边人 可以算的同乡 便又托人介绍去拜访他 见面之后 才知道他姓祖 二臣传上祖大寿之后 担名一个五字 从四五岁的时候 他老子便带了他到外国去 到了七八岁时 便到外国学堂里去读书 另外取了个外国的名字 叫做Cover 后来回到中国 又把他译成中国北边口音 叫做老佛 就把这老佛两个字做了号 他外国书读得差不多了 便到医学堂里去学西医 在外国时 所有往来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 所以他倒说了一口广东话 把他自己的辽东话 反倒忘记个干净了 等在医学堂毕业出来 不知在哪里混了两年 跑到这里来 要开个药房 恰好这寻学楼是最信用西药的 两人见面之下 便谈起这件事 寻学楼问他 药房生意有多少利息 劳佛道 利息是说不定的 有九分利的 也有一二分利的 然而总是利息后的居多 通扯起来 可以算个七分利钱 寻学楼道 照这样说 做一万银子生意 可以赚到七千了 不知要多少本钱 劳佛道 本钱哪里有一定的 外国的大药房 几十万本钱的不足为奇 寻学楼道 不知你开这个打算多少 劳佛道 我只备了五万资本 寻学楼道 比方有人肯付点本钱 可能付得进去 劳佛道 这有什么不可的 寻学楼道 那么我打算付十万银子如何 劳佛满口答应 便道 如此我便扩张起来 他两个因此成了知己 不多几天 寻学楼画了十万银子来 又派了一个账房来 劳佛便取出一扣 三千银子往来的装折 叫他收存 要吃什么零用 只管去取 从此铺里一切杂用 劳佛便不过问 天天只忙着订货催货 铺里慢慢地 用上十多个伙计 劳佛逐一细问 却没有一个懂得外国话 认得外国字的 寻学楼文德 便又见了一个懂阳文的来 劳佛考他一考 说是他的功夫不够用 不要 又道 不过起头 各把月忙点 观着阳文的事 我一个人来就是了 寻学楼见他 习勤奈劳 反倒十分敬重他起来 过得各把月 劳佛便对寻学楼说 我的五万资本 因为扩充生意起见 已经一起拿去订了货了 遵款十万 我托个朋友 拿到汇丰存了 我本要存 逐日往来的 谁知他拿去 给我存了六个月期 真是务事 昨日头批订货到了 要三万银子起货 值得请你暂时挪一挪 好早点起了出来 早点开张 寻学楼满口答应 当时化了过来 到了明天 果然有人送来无数箱子 方的长的大小不等 老佛都帅各小伙计开箱 开了出来 都是各种的药水 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 当时满坑满谷起来 后来陆续再送来的 竟来不及开了 开了也没有架子放了 指着都堆到后头 站房里去 足足堆了一屋子 寻学楼已来看热闹 有一一问讯 这是什么 那是什么 老佛也一一告诉了 正在忙乱之际 忽然一个店局信差 送来一封阳文电报 老佛看了诗经道 怎么就死了 哎 这便怎么处 寻学楼盲问死了什么人 老佛把电报递给他 他看了是一次不认的 老佛便告诉他道 香港大药房里 一个总理配药的医生 他是我的好朋友 将来我这里有多少事 还靠他帮忙呢 谁是他今天死了 他的遗嘱 他死后 叫我去暂时代理他的职业 在交情上 又不得不去 这一去 至少也要三个月 那外国派来的人 才得到 这里又有事 怎样呢 寻学楼也浪住了 老佛想了一想道 这样吧 我到香港去找一个配药的人 到这里带了我吧 帐房道 这里没有人懂话 怎样办呢 老佛道 这个不要紧 我找一个懂中国话的来 十分找不着 我叫他带一个西仔来 你们要和他说话 只对西仔说就是 好在只有三个月 我就来的 寻学楼问他 香港的大药房 是什么招牌 老佛叽叽咕咕 说了个外国名字道 中国名字叫什么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等到了那里 写信来通知 以便通信吧 我今天要坐晚轮船去了 说吧 取出许多外国字纸来 交代给账房 一一指点 这一叠是燕威市 这个货 差不多就要到了的 这一叠是订单 这里面那几张是奠定的 那几张是信定的 洋行礼堂有燕威市送来 便好好收下 打还他回单图书 又拿出一扣折子来 十分慎重地交代道 这就是我那务市朋友 带存汇丰的十万银子的存折 是哪一天存的 扣到哪一天 便到了六个月期 你便去换上一个 逐日往来的折子 以便随时应用 寻学楼拿起折子一看到 怎么我存汇丰的存折 不是这个样子 老佛道 汇丰存折本来有两种 一种用给中国人的 一种用给外国人的 我这个是托一个外国朋友去存的 所以和用给中国人的两样了 老佛交代清楚 也不带什么行李 只提了一个大皮包 便匆匆上晚轮船到香港去了 这里一等五六天 杳无音信 看见货物堆满了一铺子 不便酒鸽 只得先行开张 谁知开张之后 凡来买药水的 无有一个不来退换 退换去后 又回来要退换银子 原来那瓶子里 全是一瓶一瓶的清水 除了两箱林文烟花露水 和两箱洋仪子是真的 其余没有一瓶不是清水 账房大惊 连忙通知寻学楼 叫他带了懂洋文的人来 查看各种订单宴威事 谁知都是假造出来的 忙看那十万银子存折时 哪里是什么汇丰存折 是一个外国人用的日记簿子 这才知道遇了骗子 忙乱起来 派人到香港寻他 他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在查那战房里的货箱 连瓶也没有在里面 一箱箱的全是砖头瓦石 所以要拍卖了这些瓶 好退还人家房子啊 我道 这个什么老佛 难道知道姓荀的要来兜打他 故意设着圈套的吗 李知道 这倒不见得 他是学医生出身 有意是要开个药房 自己顺便挂个招牌行道 也是极平常的事 等到无端碰了这么个冤大头 一口便肯拿出十万 他便乐得如此设施了 像这样剥削来的钱 叫他这样失去 还不知多少人拍手称快呢 正是 备入字应还备出 且留快语快人心 为之后事如何 期待下回再继